不是说你低声下气 你讨好他 你送礼物 你为他着想 你弄你所谓的浪漫 说白了你卑微 别人就会认可 就会领情 在感情当中 你记住 这就跟下棋一样 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下棋 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双排啊 你喜欢跟水平差不多的人 或者高于你的人 你觉得这个东西才有意思 你能学到东西 你能打得顺畅 你能在一个开团情况下 哪怕是开得差了一点 他依然能帮你挽救回来 感情跟爱情亦是如此 找一个互相彼此付出 对你就是对爱的这种东西 不是说俩人都是嘴上说 而是都会默默的去为对方 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并且能够互补的 感情当中最合适的 绝对不是志朋道合 明白吗 价值观可以一样 但不能说我们两个人 就像是wok 我们就像失散的双胞胎 或者是怎么就是好朋友一样 我们所有的喜好爱好都一样 你放心 俩人绝对不适合结婚 人在找朋友的时候 人在找恋人的时候 其实同一个逻辑 在你的潜意识当中 你找的是什么 你找的是你心里的反面 你找的是你没有的 你潜意识当中压制的 你去想 表面上可能大家都喜欢打篮球 但这不是本质 你们的打法不一样 你们的位置不一样 你们的价值观各个方面一定不一样 这才是朋友 他才能够互补 你每一次见到他 就像看到了自己 那他只能是你儿子 他适合做你孩子 他像你 你明白吗 那是你教育培学出来 那是基因的伟大 你见到一个什么叫做好的朋友 可能是每一次在他身上 又像是照镜子 照镜子不是你们像 而是他会让你看到 你明白吗 就是最真实的 最会让你反思 会映射出很多的东西 你会在他身上看到说 这个事情他是这么处理的 哎我是这样 但是他得到这样的 这才是好朋友好兄弟 爱情亦是如此